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吃 甜 特别甜 除了苹果 这里还有一种鱼 也非常的独特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孙子故里果香鱼肥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山东省东营市的广饶县 地处黄河三角洲南部 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的地方 兵省孙武 以及编写修订太出力的西汉御史大夫倪宽 都是广饶人 以托历史传承与黄河三角洲带来的土壤 灌溉等便利条件 广饶县的现代农业发展也是有声有色 我们的记者小林来到这里 第一站要去探寻的就是一处循环农业产业园 嘿 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今秋时节漫步在乡村 硕过累累的景象随处可见 这个季节的主题就两个字 收获 您瞧 在山东省广饶县的这处循环农业产业园里 就迎来了一群小朋友 他们会在这儿有哪些乐趣体验呢 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在愉快的歌声里 小朋友们跟随老师走进了这处农业园区 园区的工作人员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来供他们体验 在这个秋收的季节里 小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 肯定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秋收的活动 比如说挖地瓜 拔萝卜 捡鸡蛋 更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采摘苹果活动 来采摘苹果 品尝苹果 临下种植的地瓜个头巨大 从泥土里把它们挖出来 就是一份收获的喜悦 挖完地瓜还可以去看一下 莲藕是怎么采收的 坐马车 骑马 也是一项别具特色的体验 而在这场秋收活动的主要场地 苹果园里已经展开了一幅画卷 小朋友们正在描绘自己所见到的金秋景色 像这样的产业园呢 我们广熬呢已经达到了20多家 游客呢在这里既能学到现代科技农业知识 也能体验到乡村旅游带来的快乐 画卷完成 就到了这次秋收体验最重要的环节 采摘和品尝苹果的活动 这里的苹果味道怎么样呢 咱们先来问问这些正在吃着的小朋友吧 品尝过甜甜的苹果 小朋友们的秋收体验告一段落 而我们的记者小林却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这里的苹果树好像跟以前见过的不太一样 它没有了粗大的分支 而是从主干上直接就长出了结果支 从下往上一层一层交错分布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好广熬县林业技术服务中心的 果树专家王国斌 正在给果园的工人进行技术指导 咱去向他请教一下 我刚来这就发现咱这苹果树 跟我之前见到的还不太一样 之前见到的就是又高大又粗壮 咱这个就是树干比较细 而且树枝都这样垂着 这是怎么回事 大致下载这个苹果园采用的技术 这是挨展米质栽培技术 这种技术也是下载推广的一种下载苹果栽培模式 通过介绍小林得知 广熬县种植苹果的历史比较久远 而传统的种植模式管理起来费工费时 再加上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 于是他们便引进了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 矮针密质栽培 这种栽培模式下苹果树树体比较矮小 特别适合密质 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 并且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您刚才讲到这是矮化密质栽培模式 对 这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通过矮化栈来实现的 矮化栈 对 要下的方式 那是翘化栽培 翘化栽培主要就是翘化栈 再加上苹果品种 所以说它这个树体比较高的 下栽的矮化模式 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就是 就是矮化四根针 再加上苹果品种 实现矮化 第一种形式就是 一把的翘针 再加上矮化中间针 再加上苹果品种 这两种形式都能实现 苹果的矮化 就是用了矮化针 对 这处苹果园 它们种植的苹果品种 是烟腹三号 是红富士系列的 一个优质品种 与之搭配的是 荷兰选域的一种矮化针木 王国宾告诉小林 有了优良的品种和针木 还不够 还要再搭配上 独特的树形修剪方式 才能形成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种独特的 苹果种植模式 在一切应用的栽培模式 是翘杂栽培的时候 这个树形叫猪嘎树层性 或者是小瓜树层性 也就是说 第一个三个树枝 在上边两个树枝 最上边一个树枝 这个树枝上 收下培养 侧枝 副侧枝 侧枝副侧枝上 栽培养性结构部位 那这种埃宅密质栽培技术 主要是采用的 猪嘎型的修夹技术 也就是说 里面你 都是到移密的部位 你开始有分枝 上边你 了三十公分 你有这么个分枝 这分枝上你 直接做成结果制度 直接做过 直接做成结果制度 苹果的日常管理中 修剪是一项 很繁重的工作 需要先培养主枝 在主枝上 培养侧枝 侧枝再培养负侧枝 负侧枝上面 再培养结果部位 过程繁琐 难以掌握 而这种主干型的 修剪技术 培养起来 就特别的方便了 直接从主干上 选流结果之组 让它们交错分布 就可以了 不仅容易操作 还特别的省功省力 除此之外 这种树形 对于苹果的品质 也有一定的提升 由于这种培养米质树形 相对来讲 通风透光都特别好 直直加光 锅锅加光 对 由于直直加光 锅锅加光 是苹果的外瓜质量 特别是颜色 红的很圆颤 对 比较好看 另外你 还有它两个 也会有很大的概括 通风透光好 苹果着色均匀 这个小林已经看到了 但是要说苹果的糖度 也有提高 那就需要来尝一尝 才知道了 你不妨啊 打这颗过来 你尝一尝 现在尝一下 对 这应该擦擦就能吃吧 对 擦擦就能吃 嗯 又脆又甜 而且水分好大呀 对对对 嗯 不过呢 王国宾告诉小林 苹果好吃 并不全是这种 矮针蜜汁栽培的功劳 苹果园里 还有一些独特的管理措施 其中 关乎苹果口感 最关键的 就是肥料 这个肥料 对苹果的口感 影响大吗 影响很大 特别是土壤有几只的汗量 是决定 苹果品质的寡价 有几只汗量 怎么说提高你 也就是说 打通过时 偷造费等方式 来进行解决 为了发展休闲农业 这处产业园里 养了许多的马 所产生的糞便 被它们腐术之后 作为积肥 用在了苹果园里 而日常的追肥 它们使用的 也大多是有机肥 这样的肥料 可以增加土壤 有机质的含量 从而改善 苹果的口感 作为一种大中水果 除了生食以外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会用苹果 来制作一些甜点 园区的厨师 人街村 就准备了几种做法 来交给小林 咱第一道菜 先做什么 做拔丝苹果 拔丝苹果 拔丝苹果 是卤菜菜系中 一道比较有特色的 传统名菜 制作的第一步 需要先将苹果切成块 咱这一步要做什么 这步要拍粉 拍粉 拍粉之前要加上点水 加上点水之后 拍粉拍得厚一点 炸的时候 它不容易变形 先在苹果块里 倒少许的水 加适量淀粉 轻轻搅拌 将每一块苹果 都均匀地包裹上 然后就可以入油锅 炸到焦黄 捞出备用 咱这是初步炸好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 做熬糖浆 熬糖浆 对对对 先放这是 拔丝苹果的 最关键的一步 先放点水 适量的水 加少许的食用油 可以让糖浆的颜色 更加鲜亮 放入充足的白糖 就可以开始熬制 熬糖浆 非常考验厨师 对火候的把握能力 咱那个熬糖浆 很容易糊涂 对 要不停地这样搅拌 火候呢 火候要消火 不能火太大了 火太大了之后 火便很容易糊涂 在不停地搅拌中 糖浆慢慢变成焦黄色 把炸好的苹果块倒入 让糖浆把它们包裹起来 这道拔丝苹果就可以出锅了 拔丝苹果 色色金黄 糖丝连绵 外脆内软 酸甜可口 咱这一道要做什么 做那个苹果松饼 苹果松饼 对对 苹果松饼的做法相对简单 先将苹果切成丁备用 鸡蛋打晕以后 依次放入适量的牛奶 白糖 水和面粉 搅拌成糊状 最后放苹果丁 搅拌均匀 煎锅里倒入适量食用油 烧烧热以后开始煎松饼 煎到两面焦黄 这道苹果松饼就做好了 苹果松饼味道香甜 软嫩细口 咱这道菜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苹果派 苹果派 对 这需要的面包片 对 苹果丁 苹果丁 核桃仁 这是蜂蜜 这是炼乳 还有面粉 鸡蛋 面包糠 咱第一步 马上 你的 苹果派 です 你 你要 什么 开 transit 排队 tas 最后 烹闪 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都知道 这石斑鱼是一种非常美味的海鱼 大多生长在南方温度比较高的海水里 可是我就要告诉您 这广饶也有石斑鱼 并且它是生长在淡水里的 您相信吗 咱眼见为师 我带您去瞧一瞧 石斑鱼作为一种暖水性鱼类 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 在我国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东海和南海 像福建 广东 海南等地方 在北方地区养殖已经够稀奇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石斑鱼还生活在了淡水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小林找到了这处淡水养殖石斑鱼的基地 并见到了这里的养殖技术负责人王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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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是有石斑鱼是吗 对对对 淡水石斑鱼 淡水石斑鱼 对 我说的没有错吧 那您能带我瞧瞧吗 没问题啊 走 拍摄的时间 广饶已经进入了深秋 外界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 而走进这个像蔬菜大棚一样的养殖车间 顿时就有了一种回到了夏天的感觉 我这刚一进来感觉这里面温度还挺高的 对 现在这个棚内的温度大约在26度左右 26度 对对 这么高的温度 是为了养殖需要吗 对啊 为了养殖需要 它这个淡水石斑鱼 它属于南方的一种热带鱼 你要想在这个广柔这个地方养殖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要给它创造一种 它自己比较适合的温度 最适合的一个温度 对对对 那现在室内是26度 这个水温有多少度啊 水温在25度 25度 对 王震告诉小林 淡水石斑鱼适宜的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 在这个范围内 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 因此要在广饶养殖 首先要给它创造一个适宜的温度环境 而这处基地可以养殖淡水石斑鱼的奥秘 概括来说就是两项措施 增温和保温 养殖用水首先要加热到25摄氏度左右 这是淡水石斑鱼最适宜的水温 保温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养殖车间的建筑材料上 它们使用具本乙锡颗粒做成模块 来代替传统的砖石 建造养殖车间以及鱼池 让养殖车间的保温性能大大提高 在这样的环境下 鱼儿就能舒适地生长了 慢慢适应了养殖车间里的闷热 看着池子里游来游去的淡水石斑鱼 小林忍不住想要跟它们亲密接触一下 想捞一条试试啊 可以 你可以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捞上来 它好捞吗 这个鱼不大好捞 它这个反应速度比较快 我发现了 能不能反应比它更快了 我这臭子刚下去 它们就已经离我很远了 对对对 它们反应快 那我岂不是得反应更快 所以说你的这个速度应该比它还要快 是吧 空空如鱼 一场空 连续几次尝试 都没法赶上鱼儿躲避的速度 小林决定要换一个方法 咱得换一个策略 你等它老 等它往你的这个字头楼往 慢慢下抄子 等它们慢慢接近 对 经过耐心等待 还真有一只大意的鱼 自投罗网了 看来这个 这个主意是够凑笑的 放到水里 放到水里 这下 终于可以近距离地看看 这淡水石斑鱼的真面目了 发现这淡水石斑和海水石斑还挺像的 看这体型 花纹 都很像 它是有一些相同之处的 稍微让一下 看来这个 它的这个嘴很大 对 嘴很大 这个牙齿 牙齿也很锋利 小尖牙 对 再就它的这个肤色 我们把它从这个池子里面捞到这个盆里面 对于它来说 这是受到的一个刺激 受到的一个攻击 对吧 所以它的颜色 正常情况下 它是这个绿颜色 非常的漂亮 绿色 所以说这个淡水石斑鱼可以供食用 也可以供为这个观赏 观赏 对 但是它受到刺激以后呢 它又变成一种这个黑色的 黑色 对 是一种防御的颜色 对 纺锤形的体型 以及身上不规则的花纹分布 粗略一看 确实和海水石斑鱼很像 这也是它得名淡水石斑鱼的主要原因 但是它们之间 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淡水石斑鱼 学名叫做马拉瓜粒体鱼 属于 鲁形木 磁雕刻 粒体鱼属 它原产于中美洲的 加拉瓜 本身就是一种淡水鱼类 上世纪80年代 引入我国养殖 因为外形漂亮 肉质鲜美 所以很受养殖户欢迎 而在养殖过程中 为了保证淡水石斑鱼的品质 它们也采取了许多科学的管理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饲料的选择 这饲料鱼身份还挺大的 对 这里面都有什么成分 这个饲料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些鱼骨粉 鱼油 然后酵母粉 面粉 维生素等等 还挺丰富的 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听完王珍的介绍 车间一端 两位正在忙活的工人 吸引了小林的注意 这是在装鱼 对 他们在装鱼 就是我们一些成鱼 就是要放在这个蘸养池里边蘸养 然后有客户下铃链的时候 随时在他们捞出以后 接着就装鱼发货 就可以了 很方便 听着介绍 小林发现 他们装鱼竟然用的是塑料袋 这个要详细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袋子 这是一个冲氧的包装袋 尼龙的 它这个很耐的材子很结实 用这个包装 对 再头是冲氧的 冲氧就直接把鱼装在里面就行了 对 放上口以后 让它冲氧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得先往里面放水是吧 对 先装水 这个水大约装一半左右 一半 然后往里放鱼 对 所以别让它炸了 好嘞 这样就可以封口了 对 这样封口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下日 接着再进行给它冲氧 平时这样骑着就可以了 对 骑着就可以了 像咱这个冲上氧的话 一般能维持多长时间 能维持两天左右 两天左右 对 那也就是说远近的运输也没关系 都可以 很方便 对 原来他们销售淡水石斑鱼 除了走市场 电商平台也已经成为了 一个主要手段 采用这样的包装方式 正是为了方便活鱼的快捷运输 有了优质的食材 那这淡水石斑鱼都能烹制成哪些美味呢 广摇的这家酒店厨房 三位厨房里三位厨师各自准备了一种做法 您今天准备了一个什么做法 我准备了一个石斑鱼炖豆腐 这个鱼比较适合现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滋补 含有那个丰富的维生素 炖的话能充分地把养分给释放出来 我做的是一条红烧石斑鱼 是卢菜的一种做法 主要体验出它的酱香浓郁 清蒸石斑鱼 清蒸石斑鱼是月菜的经典做法 它最大的特点是保持了鱼的鲜内原汁原味 淡水石斑鱼炖豆腐 需要先将鱼煎一下 然后加适量的葱姜调味 煎到两面微焦之后 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以及豆腐 大火煮沸以后转为小火慢炖 所话说千顿豆腐万滚鱼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熬 可以将鱼和豆腐的营养充分熬出 并且汤鲜肉嫩 说它是一道特别适合秋冬季食用的滋补佳肴 绝对没错 红烧淡水石斑鱼 首先需要将鱼炸透 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外形完整美观 并且肉质更加紧实 油烧热后 先放葱姜豆瓣酱等调味料炒出香味 然后加适量高汤 煮沸后放入炸好的鱼 小火烧三分钟左右 然后大火收汁 这道菜体现的就是卤菜的酱香浓郁 鱼身上撒上盐 胡椒粉以及葱姜等调味料 上蒸香 将它蒸熟 取下蒸透的葱姜 浇上适量酱油 放上新鲜的葱丝 热油一泼 就是粤菜的经典做法 清蒸淡水石斑鱼 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的鲜美味道 新鲜的食材 加上独特的烹饪方法 这些美味着实让人大饱口福 品尝过淡水石斑鱼 我们这一期在孙子故里 探寻特色农业产业的旅程 也接近了尾声 依托着历史的传承 以及黄河三角洲便利的农业资源 广饶人把现代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他们积极学习新技术 不仅让传统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还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